当西楚霸王的重铜合二为一 兵主赤油降临世间 人皇帝心的涅槃重生也迫在眉睫 就在刚刚奥丁一击击碎西楚霸王的魔神铠甲 而霸王项羽竟准备赤身肉搏两大主神 这战斗激情瞬间点爆 只见霸王提强策马朝着奥丁就冲了过去 当到达临界点时 拽起马绳一人一马高高跃起 这天龙破城级瞬间砸下 可奥丁早有准备横强阻挡 由于霸王他力量巨大 八族神马的马蹄瞬间下沉了半分 而就在这时 奥丁掩放金光 嘴角上翘了起来 不错 这一刻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一个关键 那就是众神之父 周斯 周斯他从刚才开始 一直观察着霸王的一举一动 并未出手 而当霸王卸下魔神铠之后 这狡猾的老头他终于动了 就在霸王项羽还未落地之时 周斯突然定格时间 力量全部涌入右臂之上 那一瞬间 肌肉的瘟离已经到达了吓人的地步 这下一秒 回天灭地的权力狠狠地砸在了霸王的后背处 而霸王项羽的疼痛神经 还没传遍全身 就如同炮弹一般 直接砸向竞技场的墙壁之上 一时间竟还砸出了一个大洞 场上众人神之 以人类之躯 绝不可能扛下这一击 吸出霸王 他必死无疑 然而这时却又意外发生 那墙壁上黑色的大洞 突然冒出了大量的黑色魔器 周斯和奥丁死死地看向那里 一时间也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而这时一点寒芒闪现 从这黑洞中飞射而出 而这寒芒正是天龙 火成级 由于他速度太快 还没等奥丁做出反应 就直接刺穿了他的右肩 这连人带枪 死死地定在墙壁之上 周斯见后立刻回头望去 在霸王身陷的那个黑洞之中 一个巨大的身影 缓缓地走了出来 当那个黑影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时 他淡淡地说了句 玄源好久不见 指着一声 那熊熊燃烧的不死鸟蛋 竟发出共鸣 有所颤动 而那弹壳之上 也出现了几道裂痕 这仁皇的涅槃重生 迫在眉睫 而那走出来的巨大黑影 正是兵主赤油大帝 原来这西楚霸王 他竟然是赤油转师 他那颗重铜 此刻也融合在了一起 庞大的魔神器四散开来 瞬间让项羽的伤势痊愈 而当场上的观众 再次看到这个 九离部落的首领后 敬畏之情 涌上心头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不光是阎皇子孙 同样也是黎民百姓 当年赤油率领81个兄弟 重组联军 北上抵御皇帝部落 在逐鹿展开激战 可最终赤油被硬龙斩杀 他的九离部落 也被炎黄部族入阁 这才开启了华夏大一同 而同一时间 踢血乌坠在竞技场上 突然仰天昌明 只见他四肢马蹄 那白的赛血的棕毛 瞬间蔓延全身 而当他再次落地之时 形貌大变 终人惊呼 此乃华夏 国之重宝 石铁兽